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26岁的香港网红赵永瑶,Kinney,过去参加选美节目没选DNA打开知名度,即使已经是人妻,但身材依旧火辣,今年还推出写这集。 不过近日他在脸书社团巴打撕打,Facebook Club透露被一名男子偷拍内裤,并公开对方全身照,请网友帮忙肉搜,没想到却反遭网友炮轰,让他忍不住在IG上哭诉,第一次觉得香港是一个这么丑恶的地方。 赵永瑶表示,是在商场被这名男子跟踪,后来在某店员的提醒下,才发现对方是在偷拍他的群体风光。 当下他没有立刻举发,只有要旁人掩护自己去偷拍下对方的长相,随后他把该照片公开,提醒所有的女生小心。 气掉,此举引来网友两极反应,有人认为应该找出该男子,并报警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,但也有另一派网友质疑,赵永瑶如何确定对方就是在偷拍他,为何当下的第一反应不是抓住对方报警,而是反偷拍,有可能只是误会。 赵永瑶就这样公开照片,会造成多方困扰,随后,赵永瑶在底下留言,称自己当时惊吓过度,才没有立刻抓住对方,之后也有去报警,但警方说需要调导监视器画面,才会介入调查。 他说,但是商场没有报案纸,文件,又怎么会把CCTV,画面,给我?我不怕被别人骂,反正我只想女孩子提防。 香港网红赵永瑶虽然已经是人妻,但身材相当火辣。 翻设字脸书,香港网红赵永瑶公布一次偷拍他内裤的男子,要网友肉搜。 翻设字脸书。